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大道续权 主著者为吴及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关恩师登台 圣士公接老母一驾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后驾 玉林君主帅岳武穆王将 诗曰云浪京徒四旅平 醉心不绝与邪鹏 宏慈玉整迷京客 广设摇台西济明 圣士公迎老母一驾临堂 神人俯福不得诗仪 吴及皇母大天尊将 义士朱贤清及朱儿女免礼 赐作 诗曰东风拂柳百穷姿 一路寻幽量凤仪 广度灵儿清蝶舞 孤魂大赦为相思 幼士为娘今日以吴及为题 论及总体与分体的道理 第20章吴及 吴及老母曰 道可分为先天和后天道 一级行而上与行而下的分别 行而上不是枯木死灰的寂灭 而是神妙不测 且又济然不动的存有 行而下是行而上具象化的分流眼进 但不论行而上或行而下 皆同归于无极 因而有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无极是总体 以着相的观念剖析 不论政治经济乃至于人身知觉 都是归于总体 换言之 总体包含分体 分体没有成见 总体亦不会善读 如此一来才有到的轨迹不治紊乱 比如家庭和乐无比 父慈子孝 胸有地功 即是呈现无极的环境 万有一切 使出于无极 第一粒种子即是太极 太极洞左旋为阳 右旋为阴 从此以后才有先天与后天的差异 然则诸儿女口中的先天道场与后天道场 其实都是着相地以为 先天不代表无极 后天亦然 之所以有如是分别 仅可观其修持的功夫 是否符合无极海荣万有的精怀 无极之所以称为总体 是因为包容了形而上的无限量 即形而下的无限量 无限量不代表无牙记 灵儿之所以误认为无牙记 是因为思想有限 所以姑且从之 比如 往昔认为地球是平面的 如今却不然 又如目前的所知 太阳系之外 尚有星系的存在 都是应运一一显置的 因此思想既不可完全信任 那么生存有何意义呢 生存的意义 在追求生命的一点灵明 因为灵明近乎道 而道近乎无极 灵有素 便的作用 明有光 彻的外形 生命的价值 及生存的意义 以光 彻 速 便而概括 因为灵性成彻 不论是由心而影响四端 或因外在道德规范感染心性 都可依之羞耻返原 人既为无极 中的一部分 且又为万物的灵长 所以灵明程度最接近无极 所以应以德物 功果 内性 抛去包袱 精进道成 如此一来 则可依分体的能量不灭 质量不灭的定理返回无极 所谓原始反中也就是这个道理 又是 为娘之所以将大赦天下孤魂书胜药物 经玉皇亲才将命尔堂院 因明正堂乃鸾门之牛耳 且神人用心护持大道之功绩丰硕 因而再将成命 盼诸儿女完成使命 早度原灵已回无极 以为娘以门启盼之怀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则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鸾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 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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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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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宗盛